每天用简单的食材给大家分享好吃的家常菜 今天用杏鲍菇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又下饭的做法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把准备好的杏鲍菇清洗干净 然后斜刀切成两厘米左右的长段 再改刀切成菱形片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杏鲍菇的含水量比较充足 不要把它切得太薄 大约有一个硬币厚度就可以了 这样吃起来更加的有嚼劲还好吃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两个青椒 洗干净以后切成滚刀块 如果不喜欢吃辣椒的可以换成其他的配菜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根红辣椒来搭配颜色 这样做出来的菜品会更好看 看着也非常的有食欲 把红椒也切成菱形块 切好之后和青椒放在一起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小块去皮的五花肉 把五花肉改刀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这里还准备了适量的葱段 生姜和蒜片 接下来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烧开 水开以后把杏鲍菇倒入锅中焯一下水 焯水的过程中再加入一勺食用盐 增加底味 淋入几滴食用油 这样可以让杏鲍菇的口感更加的顺滑 杏鲍菇焯水的时间不用太长 大约焯烫20秒左右就可以了 表面略微有一些柔软的状态就行了 我们给它控水捞出来 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起锅烧油 油热以后把切好的五花肉倒入锅中翻炒一下 把五花肉炒香炒至变色 炒出里面多余的油脂 这样炒出来的五花肉会更好吃更鲜香 炒至表面微微焦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这时候把锅中多余的油给它盛出来 留着炒菜吃 然后再加入一勺老干妈辣椒酱 充分的翻炒均匀 炒出红油 把五花肉炒至入味 然后再加入少许的老抽 适量的料酒去腥 继续翻炒均匀 一直炒到明显能闻到浓郁的香味就可以了 这时候把切好的葱姜蒜倒入锅中 继续翻炒 炒出香味 炒香以后再把切好的青红椒加进来 把青红辣椒炒至断生 这样可以减少它的辣味 而且吃起来会更香 把辣椒炒至颜色翠绿断生的状态 再把焯好水的杏鲍菇倒入锅中 开大火快速翻炒均匀 接下来加入少许的老抽 一勺鸡精提鲜 这道菜不需要过多的调味料 再次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装盘 美味鸡成 这样一道非常鲜香营养又好吃的杏鲍菇炒肉就做好了 杏鲍菇这样做非常的滑嫩又入味 特别的鲜香 开胃又下饭 喜欢吃杏鲍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这个做法 如果你觉得我的做法还不错的话 就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